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1月26日星期二的第一節 先講講關於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昨天晚上 網絡上就在封傳一宗消息 就是說 卻有第一名公務員 是因為拒絕宣誓而遭到停職 而這名公務員 他就是任職在海關 至於另外 我們又說今天行政長官林鄭出來見記者 他就預告遲些如果就算要封區也好 就會將範圍縮勢 變成封街或者封樓 而有果欄的相反 就狠批特區政府的高官武腦 所謂的防疫抗疫措施 只是屬於藥石亂頭 最終只會是全港攬炒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昨晚封傳的消息 原來那位被停職的公務員 就是任職於海關 在2019年的時候 他去過公務員反修例集會 還曾經接受過媒體訪問 看看大家對他有沒有印象 當時的記者問到他 到底你會不會擔心被秋後算帳 他就拉下了口罩來回答 說他是不擔心的 他當時的行徑 獲得了很多網民的掌聲 但原來他也扶上了沉重的代價 據他所說 他實際上遭到高層針對和調職 在職場上前途一片灰暗 近日他接獲了相關單位通知 需要按規例宣誓 他因為不滿政府惡法 而拒絕簽署 甚至向人事部提出請辭 今天他遭到高層召見 並且被即時停職 即是高層拿回美財 你說辭職 我當時要將你停職 就變成反客為主 其實就有多少自欺欺人 因為人家已經表達了意願 不是想丟炮不幹 即是不想回家 你當時要將他停職 分別不是很大 唯一的問題是 到底後續安排會怎樣處理 我相信那些高層也會不一定 因為一個人辭職的時候 無非就有兩條出路 第一 他就是交代通資金 索性即日離開人 又或者是被僱主一個通知期 總之做到期滿的時候 你自己找人替補頂上 當時說那些高層要將他停職 可能也是想玩一下 因為當你將一個公務員停職的時候 就無法按照他提出請辭的要求 來進行安排 那究竟是想怎樣 是不是想召開紀律聆訊 然後將他炒油 使得他永遠都無法再次加入政府 是想殺雞警喉 還是用其他不知什麼方法 再對付他 但是反正對於這位事主來說 可以說是此地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 既然他不做這個海關的時候 他可以索性考慮移民 又或者加入其他行業 但是如果你留在香港的時候 其實在日後這個所謂宣誓 都有可能推廣到其他行業 所以如果要避開這個所謂宣誓的話 唯一的辦法就是移民 我在網上看到有些網民 一直批評那些願意簽署宣誓的公務員 其實我覺得 對於那些無權者 又不需要這麼苛刻 因為面對著宣誓與否這個抉擇 可能遲早每一個人在香港工作 都要面對這個難題 所以家家有本難念得驚 有些人他不願意簽署 當然你可以稱讚他 說他高峰良節也可以 說他什麼都可以 問題是那些願意簽署 可能他都沒有選擇 可能他又要有小蚊子供書教學 或者他又有供樓壓力 諸如此類 我覺得是值得體諒的 如果他沒有一份工作的時候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 武肺大流行的環境 找工作都不是那麼簡單 而且就是 做公務員那些 如何重投私人市場 更加困難 所以我覺得 對於無權者 應該多些寬容 反而對於掌握實權的人 你苛刻一點也不怕 接著就說一下林鄭 他今天出來見記者 總結了關於風區的一些情況 他宣稱 昨天凌晨完成了 這個佐敦的風區行動 涉及超過150棟樓 他評估的行動是有成效的 而大部分專家都表示認同 他就說這個行動的禁足時間 其實就壓縮了去到38個小時 居民也是歡迎安排 只是說這一段也有很多問題 說到自己好像黃欣浩蕩 禁足時間壓縮到38個小時 那怎麼辦 其實你一刻都不應該把別人禁足 為什麼你自己防疫抗疫失敗 要把成本轉嫁給普通市民 為什麼要把別人的自由 剝奪了38個小時 這件事是說不通的 一分鐘都不應該剝奪 他又說居民都很歡迎這個安排 我又看不到有多少居民 在網上說這個意見出來 只是看到很多人在網上 在信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哪裡採集 林鄭又形容這次的行動是成功的 但是還有改善的地方 包括公佈的時間 所以保密性很重要 這次有消息流出就是不幸 其實這些就是很典型的轉移視線伎倆 他就是要使得市民聚焦了在 為什麼這個消息會預先流出 導致有部分居民拖劫離開 這件事 而忘記了這個封區措施本身 就是很有問題 你一開始就是剝奪了民眾的人身自由 使得它是變相軟禁 在區內不出不入 另一件事就是 你是大搞這個所謂強制檢測 在去年你搞過一部全民自願檢測 結果就非常冷落 冷清清的反應 現在你就借著這個封區 來借私還雲 上次自願檢測還說有得選擇 你這次去封區 就逐家逐戶拍門洗樓 基本上所有人都走不掉 所以你就要借著這個什麼保密性 來轉移視線 就使得有些人很熱衝於去捉鬼 包括有些區議員在內 又說有部份的民眾就走了 那又怎樣呢 走了又怎樣呢 是不是特區政府打著防疫抗疫這個旗號 他就做什麼你都要配合呢 如果是的時候 不如全民乖乖地去做這個強制檢測好過 你這次也不是說沒有效果的 他都說找到十三宗隱性個案 他就封了七千人去做檢測 那你不如全港七百五十萬人去做檢測 你們配合特區政府吧 起碼找到一百幾十個隱性個案 都不奇怪 這些人做區議員 哪有質素呢 那些不是建制派的區議員 是吃抗爭奶水的區議員 好笑 這些人當初又說要爭取自由 到頭來特區政府一打著防疫抗疫的旗號 原來剝奪民眾自由你都說是對的 那你到底有什麼立場的原則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個林鄭還說 遲些那個受限的區域 工作應該更加聚焦 建議要縮小範圍 可能會遲些封鎖一條街或者幾棟商連的樓宇 將封鎖區打散 同時在幾條街或者幾棟樓宇進行封鎖 即是他已經在預告給大家聽 這個左敦封區是第一局 陸續有來的 所以在權力不受制約的情況下 他玩得一局自然就有第二局第三局 難為有所謂號稱爭取自由 什麼的區議員都主動配合你的 那就更加好 其實這些禁足令根本上就是高壓統治的措施 如果換轉的情境 他在19年的時候推這些 不讓人吵到拆天 現在他只不過是借著防疫抗疫的旗號 搞這一局 很多人主動配合 就說他做得好 根本上就是要把這些高壓措施常態化 就借著疫情這個名義 如果真的有心解決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檢討過所謂回港二的措施呢 大陸已經陸續爆發了 到現在你還容許過所謂回港二的 但是那些21日之內去過英國或者巴西的 你反而不讓他入境 那些就很嚴謹 對待回港二你就很輕鬆 根本上是雙重標準 這些哪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林鄭還說到一件事 就說全港任何一座樓 只要有兩宗無相關的個案 或者污水持續揚性 就需要做這個檢測 現在就涉及到超過100棟樓 這樣說 你知這個標準怎麼定出來的 是不是夠科學呢 為什麼是兩宗無相關 不是三宗四宗呢 那不要緊 反正他搞來搞去 其實就是要逼那些人強制做檢測 你去年不達標 現在就通過這些方法 來都去強行叫人做 接著就說一下果欄的情況 之前傳出過消息 說特區政府有可能在果欄進行封區 於是就激到果欄的傷犯 有相反就狠批 特區政府的高官是沒有腦 認為封區的措施是無助控制疫情 純粹就是叫做弱石亂頭 只會是令到相反 在經濟的逆境下是沒有辦法做生意 最終就是導致全港攬炒 相反又批評特區政府打開口牌 拒絕設置任何賠償 簡直就是趕盡殺絕 而有果欄的打工仔女認為 特區政府的防疫政策失效 只會令到更多人淪為失業大軍 最後這些相反也知道 原來搞到他們攬炒的 不是什麼示威者 或者什麼佔中 而是說這些防疫抗疫措施失效 那你就終於知道 不過只是只有一個G字 因為現在都不能反抗了 那現在這些相反 為你求神拜佛 就是希望特區政府大發慈悲 不要在過年或者前後幾天去封區 到你全年最旺的幾天都被人搞和的時候 這個損失就真的大了 這些封區大家都知道是沒有作用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